五平方square foot的日 楼盘全真 是由五平方square foot 优质楼盘专区 增作播出 欢迎收看楼盘全真 这么越纳的新盘运战 很久没见过了 又重现了 三大发展商 增相推盘 有行地 汇德峰和墙实 都抠正切勒之后的市况 而且清一色是在市区 位于大角咀 长沙环 将军奥和黄竹坑 合共超过1700多个单位 投资者都忍不住出手 市传有买家 一口气买了24间的Belgrafia Place 大手客都从出江湖 市况升温 银行都不用再抢客 即时缩减回增 更加拒造部分新盘的案揭 有传太风 不缺部分大型银行 承造职公案揭 发展商都急急出稿澄清 已经找到多家银行来承案 将来要上会的买家 自己都要小心闻清楚 同时间 美国的债息飙升 将市场一字其半的减息预期 进一步压后 这样的市况之下 市场的承接力是怎样呢? 上代新盘混战的销情人静 新盘市场花多眼乱 怎样选择呢? 我们先看看开架 即将进入直路的两个新盘 比较方便在九龙上班的 就非恒地利奥方首云莫术 位于大角咀道和嘉善街交界 今期提供234伙 主打中小型单位 一房至三房都有供应 实用面积介乎214至544尺 当中一房大占七成 有164间 预计的楼花期大约有15个月 至于回德峰日出康城第12期 就是康城住宅群中最中心的一期 发展商势分三期 先推出A期 叫做Seasons Place 3A座和3B座 合共涉及650个单位 都是主打一房和两房单位 实用面积是282至665尺 预计的楼花期有19个月 两个新盘同期上战场 我们来比评一下 各自有什么休成之处 同期对女的Seasons Place 和利奥方首云 都是主公首置上车客 两房以下的单位 各占全盘超过八成八和九成四 而且户户都做了露台年工作平台 先抽出一房较量 首余的开积比较小 只有214至322尺 为了尽用空间 大部分单位的房门和浴室门 都做了烫门设计 而且户户都是开放式厨房 尽量提升可活动的面积 唯独示范单位所在的A室 空间布置比较困难 唯一一间一房的睡房没有做烫门 而且客厅的露台门和玻璃窗以L型分布 傢俬布置同样要以L型对应分布在厅的另一边 才会有足够的自然光入屋 对比之下 Seasons Place的一房试位就相对见识 入屋就是客厅开放式厨房 做了在近大门的一边 可以尽用长营厅区来布置家设 与首遇的共同支柱 就是浴室都在睡房内 不方便招呼朋友 至于上一级的两房 Seasons Place就开了3A座司室 出来做示范单位 是标准开职 两间睡房连浴室分布在15尺的走廊内 而只有两处两房的首遇 就开了D室示范单位 将两间睡房平排在厅的一边 省回走廊位 特别之处是近25尺的浴室 做在悬关旁 将起居空间延伸到更大门 所以对比两房 首遇就比较可以尽用到每一处空间 景观方面 虽然Seasons Place的位置近海 但前面有LP10和Marini等等的屋苑 遮挡大部分海景 预计会以柳境为主 幸运是发展商为了遮景 尽量将单位扭向西南面 穿过将军澳车厂用地和Sea to Sky 或者可以望到那海 次一级就是向东北面的单位 预计可以享有公园景 但部分单位可能会被海帕风遮挡视线 位于旧楼群里的利澳方首遇 景观无用置疑是密集的楼景 无论向哪个方位都会望到旧楼 如果想要开阳一点的景观 就要选中高层向东北面的单位 可以望到开阳市景 值得留意附近一带重建 景观不受保障也会有噪音影响 相对之下Season's Place的环境就比较优静 不过首遇在交通配套上高可能略胜一筹 日出康城的交通问题就不用多说了 即使跨弯大桥开通了帮助都不显著 港铁接驳要大约6分钟以上才有一班 区内的居民呼声不断 商场的配套都尚算足够 今期是近商场出入口 方便住户解决日常生活所需 行地的利澳方首遇 突击在星期五推出了第一批60个单位 扣除最高折扣百分之百 证实价大约437万至733万 证实均价18888 虽然比早两期推出的一月和欺案低了超过两成 但仍然比楼价走势差不多 即是2015年推出的小案高了一乘三 而且属于近期推出最高价新盘 主打的一房单位首批有42间 入场单位是六楼衣室 实用面积252呎 智实价437万 赤价为17300多元 而两房首批只有18间 入场智实价大约601万 住353呎 欣申闻仙人一仗 不过在日出康城的Seasons Place 军价比首月再便宜接近四分之一 Seasons Place在首批推出130个单位 智实价447万至979万 智实军价14100多元 比上一个日出康城的项目 即是去年年中推出的海帕风三 低开了一乘六 更加比区内的二手价低最多24.5% 免价够吸引 大致实看的话 今期单位警官大部分都被人遮住 现在发展商可能都没办法不减价 至实最便宜447万就可以进驻日出康城 近五年来都未曾见过 可以启动和楼盘质素都有关 佳因首批大部分单位都可能受遮挡 拉低成批军价去到14100多元 比去年年中开盘的海帕风低了一乘六 两房以下的单位更加全数折实低过700万 主打的两房单位置实价由602万到683万 入场所在的3A座施室 向北面预计是望向海帕风扭境 即使有内源相隔预计都比较压迫 所以凡是向这个方向 包括3A座B室和C室 都成为首批尺价最低的两房单位 稍微好一点 又向东的3A座D单位选 预计都是正向海帕风和Gran Monterra 但侧望会见到日出公园相对开扬 尺价比入场单位轻微贵1.4% 今期最优质的景观和坐向 有机会望到那海的 就是向西南面的单位 两房首批只有13间 是位于3B座F室 至实价630万至646万 入场类别的1房 首批有38间选 开出两个座向 分别是3A座F室和G室 分别是望向公园和C2Sky 楼价分野有2% 更稀有的3房 首批只有5间 而且位置低层以柳境为主 或者可以透过LP10和C2Sky之间 望到那海和跨弯大桥 至实价971万至979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这里 行邸各部似乎一致看好 預计会三盘齐发 除了李奥方首誉 之前推出的Belgrafia Place 及长沙环影岸 早在2022年影岸已经上了楼栓 终于预告会重启销售部署 以現楼方式推手 價錢我們其實都有很多參考 但既然我們跟Harmony是紙媒盤 我們覺得應該跟Harmony作為一個主要的參考 平均的售價差不多是約二萬三千元左右 所以這些售價或者是孟審我們都會看看 然後作為Symphony定價的一個參考 然後更加能夠領回到這個項目的價值 第二個原因就是收輯是有些進度才行 其實拿到一個滿意紙其實未適合交樓 未適合交給客人 我們就會做優化收輯這個工作是需要時間 新盤開戰難免都會分薄購買力 熱手市場有沒有機會在新盤夾擊之下迎來轉機呢? 下一節日出康城是一個內籠新淨的兩房放盤 投資業主本身買來收租的 最新改造放賣 叫價買得出都要洩漲的 以往旺市的時候房車有新盤登場的區份 都會寄望一下可以帶動一手樓向月下增加同區的二手交投 不過現在的二手業主傾向被動一些 而且一手發展商不會再用高日價去開盤 令這批客人慢慢等下其他區份的新盤 正正出康城Seasons Place開盤 我們找來最貼近海邊的C2Sky 位於二座的中層C側 481呎的兩房戶 業主叫價是810萬 車價大約是16800多元 我們先進屋參觀 回來再分析市房 屋卷全數兩房都不設露台 所以放盤實用面積481呎 全部都是室內空間 加上幾乎沒有走廊 訂房和客飯廳的空間都盡可能大一些 這個單位的客房和浴室 扭門就是打斜 變相都省了些位置 不用特意做條走廊 不過令浴室內的佈局要遷就開門位置 開關門時和坐廁距離比較近 甚至可能撞到旁邊的廁紙架 這裡設有浴缸在黑廁 斜角設計同時令60呎的客房變成五邊形 連同天花的陣位限制了傢俬擺位 如果要在這裡安置書桌或衣櫃 就要留意長度 至於主人房就設在廁的另一邊 面積接近80呎 進入主人房這個位置 其實在門後面有一個空間 可以利用這個位置擺衣櫃 不過要留意上面的陣位 可能限制座衣櫃的高度 預計正如的位置 足夠放一張三邊落床的雙人床 還可以靠窗定做書櫃或梳妝櫃 這裡只是設小窗戶 影響相景和採光 走出大約130呎的客飯廳 估計放一張雙人梳化 對面擺電視後 還有充足的走動空間 靠近廚房一邊 可以用來做飯廳 預計可以擺放四人餐桌 不過要留意尺寸 避免阻礙由主人房進出的動線 開放式廚房 腰型布局 近大門的位置 擺雪櫃、微波爐等 剩下的曲弛空間就用來煮食 除了設有電磁爐 都可以明火煮食 預計可以滿足基本需求 座向西北的兩房單位 兩間房和客飯廳 都以調景灣一帶海景為主 遠望少量山景 不過由於左邊比雙輪單位遮擋 主人房影響最大 至於右邊就是屋苑的第三座 同樣削去部分海景範圍 雖然客房比較清晰 可以望到將軍澳跨灣大橋 但預計落臉比較可以保障私隱 這個業主2021年初 以864萬多買了這件貨 自貨大約三年期間曾出租過 月租是17000元 如果業主叫價成交 也要虧超過6% 不過對比同期大市 跌近兩成的話 視像幅度相對小一點 我們要參考同類成交 要符合開職、景觀、質素差不多的條件 要追溯到兩年前 一宗位於同一個座向同一開職的中層單位 2886萬成交 赤價大約18400多元 業主叫低了近一成 但同期樓價跌近兩成 看看銀行股價 匯豐、恒生和沙打都估出739萬 同業主叫價差距較大 估值不足率達到8% 至於漁算方面 這個單位樓價810萬 假設借盡七成按揭 首期是243萬 月供27000多元 假設借盡連按保 首期可以減少至81萬 但預入要有7萬元才可以符合要求 逆出康城發展規模大 由最舊的第一期首都 到最近的第十二期都即將開設 走過超過10年 還有第十三期就正式發展完成了 即是設立後 二手氣氛帶動了交投量 但大多數的准買家傾向買新盤多些 二手價錢有些氣息 但升幅不大 可能在短時間內 等到新盤工勢暫換 二手才有發揮的空間 設立後 約出康城的二手成交 半個月已突破50宗 比設立前半個月17宗大增 也超越近年高位 即是去年三月下半月 受惠於通關因素促成的36宗交易成績 原因之一是首持三四房的投資者 希望套現或換貨 成交當中有超過30間 即是接近六成都是這些戶型 賣出的我想都有三分一左右 三分一左右 三分投資者 是的 投資者 是的 因為他們很多都換單位 有很多都是想怎樣說呢 之前買入現在賺了 都想套掉它 不怕它再波動 可以投資別的東西 別的小單位 現在很多人都是投資小單位 50多宗二手成交入面 沒有一宗是兩年之內買入之後 再成功賣出 坑城區12個屋苑 現在的放盤量合共有1300多個 當中兩成未過原本兩年的SSD 以往年納稅放售的單位 只維持在每個屋苑1至3間 量升但價便要平穩 最近的平均成交赤價 在12600水平 比設達前微升大概2% 和2018年6月高位 平均赤價13800相比 回落8.6% 最近成交的單位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來自比較近年推出 港鐵站的第5至8期 赤價普遍介乎13000至15000 另一類是來自比較早落成的第一至第三期 和距離康城站十多分鐘步程的進行 赤價徘徊在9000至12000 我覺得未來這兩個月左右 或者兩三個月左右 開始成交會慢一點 會拉占 因為那些便宜的款式賣了 堅持下來的那些業署 又反價深紅 要比較高價 因為看到真的很多成交 價量都升 但是買家用家來說 一時間追不上 無法控制 便宜的時候又要看定一點 價升了我又反應不到 買賣雙方兩至三個月之後 又會拉舉一派 還行成交會停幾個月 加上大家一定減息 同區一手低市價開盤 對二手市場影響深遠 同時有機會限制二手交投 代理就說要觀望主打 細單位的第7期望TERRA 以及景觀間隔比較類似的 第11期海拍峰等等的 向遇客回流 成交才有望再次加快 歡迎觀眾登入樓盤全真Facebook專頁 率先參觀放盤單位 一起參與網上流傳討論 講下你的看法 有意提供自樣放盤 都歡迎透過這些方法和我們聯絡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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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来发现很多清洁问题 这次已经下手找清洁处理 其实有很多阴陷处理的位置 即时处理不了 好像这些浴缸底 它已经埋光的时候 就应该把下面的清洁处理 甚至在交楼前再提一次 让下面不要有垃圾 这些就不会惹了石松书魏 有时候我见到有些是野艺 真的很麻烦 另外很多工人没有手尾 像这些 有些刷牙刷在石上 是很难清晰的 因为吃了进去 所以地盘没有手尾 是令到日口很长手尾 浴室其他位置 亦都发现工人做事脱漏 虽然不会影响住户将来使用 但要解决就不简单 反正有些人都蛮没手尾 之前这个线有个保护纸包住 按照计保护安装完 已经不需要再保护了 可以拆胶袋 一直都不拆 装完天花都不拆 到交楼前都不拆 没理由等我拆 唯一可以拆的就是拆下拆下 我只是工程仇 有时监督图看不到这么多东西 只能聘请监督 但是工人自己有爽手手尾 不用别人那么麻烦 他自己装完随手 好一拆解决 现在担张梯来弄就麻烦了 没有手尾厨柜底也找到 越細微的位置 越可以看得出工人有多细心 厨柜门有损坏 再次反映有人得过且过 这个桂门看起来就好像崩于我 实际上他之前转螺丝洞就转错位 转转不到 很惨了 现在桂门也要换完 我不可以说他细心 这样的情况 真的可以弄错了螺丝洞 需要更换的东西又怎样 主人房里的灯制因为裂开了而需要更换 这个我不知他什么时候 看得到不是有撞击的东西 我相信有人不停用手指按摩 按摩 因为本身开关有问题 所以人们按得多按摩 本来只是这样弄 因为现在要换完 窗的螺丝上下方各有两粒 但仍然不会影响使用的安全 正在接着窗的时候 发现有粒螺丝在这里 有地方没有装备掉了 然后数一下 这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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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粒没了 我相信 有机会掉下来 其实这个窗很重 不容易大风吹去白霉 其实这粒螺丝是用来换封力的 因为窗那么重 可以不用用的 但是它用这支罩 是否也有这样的螺丝位置 所以装的时候也会换完 不过有箱子当然是装上螺丝洞 一般来计 因为这些是去到 这些阵风六七十 都不会在旁一夜地装上来的 那你去到过了那一阵 已经是差不多有风有雨了 加上这里 向东南打风那些 才有去到这样 走到那些当然装上去 交楼期中断 在单位里面找到垃圾 导致整结婚要清零 而且发现油漆平整问题 两个项目合共没有了十分 另外窗、铺砖、地板等等 都累积了一些小问题 再没有多七分 第二次来到这个楼盘 评分有83分 比起第一次验室的时候有所下跌 但仍然落入B级优质评级 就着验楼结果 发展商回应说 单位已找到的瑕疵已完成执收 不影响入住后的使用 惠南东岸另一个比较突出的话题 就是交楼延期延得特别长 它的楼花期本身已在法定上限边缘 在2020年10月批出预售 原先预计关键日期是2023年3月底 楼花期长达29个月 贴近30个月的上限 在现行的地政制度下 容许认可人士因为天气不可抗力等因素延期 但最终更加延长达37个月 达到今年年初才正式交楼 影响小业主搬屋和银行安揭等部署 所谓的关键日期 即代表地盘已向屋裕处拿入伙子 证明建筑安全 以及向地政总处拿到满意子 代表发展商已完成批地条件 两份文件都要齐齐才能交楼给业主 不过有业界分查资料 发现楼盘不仅延期得多 入纸的程序也有点不一样 发展商在去年年中曾说过 预计8月就可以拿到入伙子 不过不顺利 最终要11月底才获屋与署批出入伙子 接着在12月底拿到满意子可以正式交楼 其特资处是准备交易时 查册发现1月中至1月底期间 入伙子和满意子的状态突然变成终止注册 代表发展商撤回申请要当局重新批核 再翻查文件发现发展商在批出入伙子后 收留盘部分图籍再修改 在1月初完成审批 之后发展商都没有因此再拖延 两份文件都赶得及在交楼前重新生效 终于交楼给小业主 但问题是当局已确认批核过一次 为何还要再批多一次呢 当中有没有涉及批漏或批错就值得注意 重新批圖其中一个可能性是发展商 其实未完成批地条款 轻建行人过路设施 海堤修建工程进度都有延迟 运输署就此回复指 发展商说施工有困难 所以同意暂缓部分的运输设施 政府为了加快房屋建设 曾提出过精简程序 楼盘这种情况或可视为当局重线如流 避免意外影响交楼进度 地契要求他做一个行人走路 包括他做一些行人路径等额外设施 只要他做好 而满足地契的要求 他都可以申请这个运输 不过潘卓雄提醒 建筑制度必须要严谨 但盛处理这些环节未必适合 古来行之有下两次缩了一次 可以省时间 但不代表法律上写的东西可以改变 这是很基本的原则 不是等于程规会开始一次公众资讯会议 将两个会议合在一起 不是这样 谷御署就说 项目在去年的7月、10月和11月 分别三次呈交申请 按既定程序和检验之后 拒绝第一次申请 确认符合条例之后 才发出入伙子 地政总署就确认 满意指批出日期是去年的12月28日 审批时间要视乎规模 进度等等 不能直接与其他项目做比较 炎楼环节 欢迎观众一起参与 业主可以透过这些途径 登记详细地址和联络方法 便会自动参加抽签 抽出炎楼单位之后 我们会打给重签业主确认 名额有一位 和联系统方法 設立後,連環有戴手成交的消息, 戴手成交的消息, 制動市場氣氛。 投資者入市,情況維持多久呢? 現在又是否趁得吸納的時候呢? 我們休息之後有專家分析。 以後在香港買樓只有一種稅項, 就是第二標準稅率, 即是之前首折客給的印花稅, 現在任何人都會用的, 想買多一層樓的話, 又不用製造一些乾淨的名字出來, 是否因為這樣激發了不少投資的需求出來呢? 今天請來七良師邵志堯博士和大家聊一下這個現象, Kenny 你好。 你好。 其實這兩個星期的樓市都看到180度的大轉變, 特別是多了一些投資需求出來, 為何才是投資需求呢? 因為他們一粒粒的賣, 照計就不會住到那麼多單位, 其實為何突然間市活那麼刺激呢? 其實一向物業投資者, 都是有那個需求想買樓去收租, 但是之前外於辣椒, 有一些買家印花稅, 他們要去買多一層樓, 是要給多這麼多成本, 他們覺得不值得, 但是沒有了這個束縛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買樓, 去收租, 或者是當投資也好, 投機也好, 博去升值, 沒有了這些辣椒稅, 其實香港的底次很厚, 很有錢, 他又預期利息會減, 或者現在的樓價是比最高峰跌了兩成半, 再向下行的機率, 他覺得向下行的機率小的時候, 他就把資金投資下去扭, 因為扭相對比其他資產, 他覺得是更加保值, 起碼有一塊磚頭在手, 有一班人是一些忠實的擁躉, 還有一些比較傳統的想法, 我們投資也看了兩樣東西, 就是升值和回報率, 看到回報率其實現在都已經做好了, 兩離三到三離三左右, 但是樓價就要打一個問號, 因為大家都關注, 其實沉了底尾呢, 還是谷底回升, 彈一彈就沒有呢, 那有沒有什麼指標可以看著呢? 我想看回樓價指數, 譬如中原的樓價指數, 可能在這幾天公佈的樓價指數, 反映著2月28日財政預算案的數字, 或者是2月份的警察署的樓價指數, 如果再跌穿這個數目,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即是這些撤納之後, 都救不了樓市, 我自己判斷, 其實樓市可能會橫行一段時間, 去做一個價格發現, 再去等究竟中國經濟會不會好, 香港會不會受惠, 或者經濟再差, 會再去沉底, 我想整個市可能會橫行的時間, 都不會很短, 因為大家的信心問題, 上次的財政預算案, 這麼大幅的撤納, 其實應該是香港的財政, 不是這麼好, 撤納的時候給了一個信心, 大家就是說, 政府是有心去救市的, 如果再有些不好的消息, 或者市況再差的時候, 政府是不是可以做其他的手段, 譬如是再提高個案件乘數, 或者是可能將一些MPF 要來去做, 對沖做首期, 其實都是可以, 因為其他城市以前, 上海都曾經試過, 找社保的錢, 就是要來做首期, 或者一些稅款要來抵沖做首期, 希望將那個樓價穩定下來, 因為始終香港的收入, 就是那個財政收入, 有很多都是依賴一個叫做賣地的收入, 他們不去維持那個市場有個信心, 那個財政就變了比較麻煩一點, 我們回到投資的市場, 其實投資者都比較走得前一點, 我們簡單歸類就是兩類, 第一類就是偷步入市, 博一博的, 估計它的底, 但是不知道底在哪裡, 第二類可能是, 去到樓價有明顯上升, 才入市, 一浪升一浪, 寧願賺少一點, 這兩類人, 其實在短時間內, 就是小業主怎樣跟進呢? 我覺得要看回它自己的負擔能力, 因為住宅很有趣, 它除了有投資成份外, 也有居住的成份, 有些是感情的因素, 譬如有些太太, 一定要那個先生買一層樓, 還要寫他的名字, 才覺得他愛他, 其實這些是一些消費, 你就要去衡量, 那些是不可以用金錢去衡量, 那時候你就要去, 真的算好一條數, 即是不要只是算贏數, 即是賺多少錢, 算你最差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繼續供下去, 你輸的幅度, 你是不是負擔得到, 你買了一層樓, 你會不會睡得著, 因為如果不是, 你打算是用來去搏的, 晚上睡不著, 擔驚受怕, 我覺得這個房地產投資的市場, 就不適合它, 看看輸不輸得起, 輸不輸得起, 市場上大手買家, 都有些共通點, 他們通常會選擇一些, 成交期比較長, 或者是見期付款, 過去兩年都有的, 有些什麼好處呢? 就是放低半成, 還有就是那個印花稅, 其實用低過10%的一個成本, 去搏, 看來一兩年, 摸不摸得出, 有沒有人接貨, 假設摸不出, 都可以去放租, 其實這個以小博大的心態, 其實也有些人說, 我不如開一間公司, 去做了些什麼事, 就接了它, 比著你, 你會不會這樣搏呢? 看你的本有多少, 其實去年也有些流盤, 也有些投資者, 或者叫投機者, 是異小博大, 後來, 最後來, 今天, 他就止蝕離場, 因為他的跌幅, 遠遠超過他給的首期, 那就去斬攬, 今天也有同樣的人, 去做這件事, 他最後來, 譬如等到他落成的時候, 是比他買的價錢更加貴, 還是比他的首期, 跌得更加多, 他要止蝕離場, 就要等那時候才知道, 因為每一個投資者都會覺得, 在他做出的決定, 贏的機率, 一定是大和對的, 但是, 那個結果會是怎樣呢? 就要等市場告訴大家, 也是要計算的, 那是要計算的, 其實, 希望去駁取一些高回報, 其實風險也相對大, 那晚一, 這班投資者, 看錯時, 到時, 沒有人接了, 他扔出來的時候, 可能很多貨在市場上, 流價是否那時候才見震張呢? 我覺得未必, 因為其實, 就算這幾個月, 都是頗關鍵的時期, 因為有很多發展商, 他正在建樓, 那現在發展商所背的利息, 都不便宜, 好似新鴻基, 上年, 他們發了一個銀團的借貸, 是HIGHB加1.25, 即是說, 如果是4厘的HIGHB, 再加1.25厘多, 那利息不便宜, 如果是二、三線的發展商, 那他要負擔的利息, 可能會更加高, 可能要去到七厘八厘, 那時候, 對於他來說, 那利息是非常之沉重, 大家經常想著, 那個利息會減, 沒有出現到, 到今天, 第一口息都未減, 那時候, 他背這麼高息, 即是, 要去, 給有銀行, 或者財政裏面有壓力, 就要去賣樓, 就去減磅, 那這些發展商, 起碼要清掉這些貨尾, 消化了整件事, 才會是明朗, 那你說那些炒家, 其實都是在說, 年多後的事, 那這幾個月, 我覺得是一個關鍵的事後, 即是, 看這些大莊家, 其實背後的反應都, 略之一二, 即是, 如果真是看好後事的話, 就應該可能封盤, 或者是釋售, 或者甚至反隔, 那二手市場, 簡中會有這個情況, 但是就不多, 那其實, 這幾年, 都有一個大方向在說, 就是, 沒有變過, 就是, 內地的房建部長, 都有說, 防住不炒, 那其實, 除了這件事之外, 亦都說, 一些資不抵債的房企, 或者沒有經營能力的房企, 其實都有它破產, 倒閉, 那其實香港的方向, 是不是都循著這一方面去走, 即是, 發展商會不會都, 可能有些危機在那裡? 中國之前提出來, 防住不炒, 那令到內房, 很多人爆破了, 那現在所有的那些, 限制需求的設施, 那些限買令, 限購令, 全部都撤銷了, 那反過來, 是一個扶持樓市的政策, 那內地政府其實都意識到, 就是那個樓價, 再下跌的時候, 是會有些負財食庫的效應, 然後那些土地收入就收不到, 令到很多市政府也好, 或者是省政府, 那個收入少了很多, 他們都在頭痛, 怎樣去製造這些收入, 那同樣的情形都發現, 在香港裡面, 香港有很多的, 差不多接近成幾兩成的收入, 是靠賣地收入, 如果沒有賣地的收入, 維持不到一個叫做高地價政策的時候, 那香港很多財政支出, 是做不到, 那看回中央政府, 其實都了解到香港的情況, 那房住不炒, 那其實現在, 香港的房地產, 是沒有炒風, 大部分都是用家, 那你說西餅客, 段達馬那些, 我想是佔的比率是很少很少, 以用家為主, 不過有這樣說, 如果沒有炒價的話, 其實樓價都很難會升得起, 不排除, 只有一個少量升值的窗口, 如果想知道後市是怎樣, 都可以看實中長遠是怎樣走, 還有有多少人還留在市場上, 今天多謝Kenny和大家聊這麼多, 下星期會再有其他議題, 今集時間到這裡, 拜拜! 各位 organizations, 這便是有其他自身的居住, 下星期會再次請進入保護, 地面是否創造就連的地面是否? 是否要是無理家會有抗傷, 你別太乘養, 那這裡… 我沒看到東西要扔 arist, 請她的膏意兒… 你坐下了嗎?